那个啊 啊 藏什么呢 没没没 没藏什么 你想见我妈呀 那个 这不马上放假了吗 万一我见着了吗 那个紧张 是不是 我是不是在打个草稿 万一呢 是不是 那也没必要搞这些东西啊 真诚就好 再说了 你也不一定见得着 是啊 那个要不我帮你彩排一下吧 万一哪天见着了呢 行行行 坐坐坐 阿姨你喝水 你喝过的给我喝 小刘啊 平时工作怎么样啊 年薪多少啊 年薪不到一百万 有吗 啊 你个月不是发三千五吗 那阿姨问我那我是不是气势一点 你放心 不耽误给你买礼物啊 父母关系怎么样啊 是独生子吗 结婚以后 愿意住到我们家吗 对 独生子 父母关系挺好的 阿姨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带我爸妈住到你家去 哈哈哈 嗯 行 哈哈哈 我们家飞飞脾气不好 你得多包容他呀 哎呀 阿姨这个你放心 我对你家飞飞那好的简直无话可说 那你看 就像这束花一样 别人有的 他肯定有 别人没有的 我想办法也让他有 啊 你该说实话的时候不说也算了 你瞎说什么呢 咋了 什么时候别人没有的我有了 那那个你过来我告诉你啊 凑近点 我呀 知道那个阿姨 别担心我到底爱不爱你 对吧 我只能把我给我的真心 都给你啊 那 别的男人没有的 你也可以有 真的啊 你可来了 完了完了 出大事了 我妈 叫我回家吃饭 哎他还给我安排个女的你知道吗 这不挺好吗 为你好啊 好什么好 哎 你同意的是吧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那你快快换衣服去啊 走 不是你看什么换衣服去啊 换衣服啊 那不是前两天你答应我妈要跟我回家吃饭的吗 我那么说是为了洪阿姨开心啊 那你更应该去了对不对啊 我不好意思 那你 你怎么能骗人呢 你骗人是不对的啊 赶紧走 快走走啊 那我不去 去吧 都说好了的 嗯 那阿姨喜欢吃什么呀 叔叔喜欢喝什么呀 你们家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嗯 确定就只是吃一顿饭就好了 我确定就是吃顿饭 看把你底下那个样子 哎呀 那你手机掉了 七大姑八大爷 不是啊 不是不是 不是一看到那样的 不是没有 真没有 不是 哎你听我跟你说 哎哎 不是 哎